在重庆有一神奇的小龙人 他天生长着一对猙獰的尖牙 是水如命 如同吸血鬼一般惧怕阳光 更匪夷所思的是 只要出现在太阳下 他的身体就会产生剧烈的反应 浑身散发着热量 一声都被他的举动惊呆 那么他究竟是如何变成小龙人的 他的身体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本期子牙同去八荒其文录 就带你去了解一下这个故事 眼前这个突然不顾一切 从教室里冲出去的少年就是秦昆 此时他的表情异常的痛苦 就好像在承受折磨一样 原本老师应该极其痛恨 打扰上课的学生 但秦昆的老师似乎并未责怪他 反而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 不计如此 教室里还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水桶 秦昆的班主任说 这是他救命的水桶 这些水怎么就成了救命的水了 记者找到小昆时 发现他和其他的同学长得不太一样 准确来说 小昆长得有些畸形 他的脸型较小 脑袋却很大 并且他的嘴巴里面居然只有三颗的牙齿 由于长相问题 导致他受到同学们的排挤和嘲笑 这也让他产生了浓浓的自卑感 那么秦昆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秦昆的母亲傅秀华说 当初秦昆刚生下来的时候 全家人都笼罩在幸福的氛围中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家人渐渐发现出现在秦昆身上的异常 他总是三天两头的发高烧 而且怎么治也治不好 烧得最严重的时候 送去医院也没有用 医生看到他们的孩子都不敢接手 绝望的氛围笼罩在夫妻二人的心头 当时他们甚至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替孩子操办后事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 让原本绝望的夫妻俩再次看到了希望 原来由于长时间的下雨导致气温降低 空气也变得凉爽起来 而且他们还惊奇地发现 原本高烧不断的儿子居然逐渐恢复如常 似乎是老天帮了他们一把 然而他们并没有高兴太久 也为秦昆并没有完全康复 只要天气稍微热一点 秦昆的身体就会热起来 连野胀的通红 更为重要的是 他还不能出现在太阳底下 因为只要被太阳直射到 他就会像吸血鬼一样浑身发热 像是要暴体而亡 但是只要气温降下来 他就和正常人没区别 傅秀华还发现 发生在儿子身上的奇异事件 不止于此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发现儿子与其他的孩子不太一样 别人家的孩子两三岁的时候 乳牙基本上已经成型了 可秦昆仅仅只长了三颗牙齿 之后无论如何都不再长了 对此口腔科的医生表示 一般孩子半岁左右的时候就开始长乳牙 到两岁半的时候 二十颗乳牙就完全长好了 直到三岁秦昆才长出第一颗牙 原本秦家人应该高兴才对 毕竟孩子终于开始长牙齿了 可秦昆的父亲秦廷列 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甚至还有些恐惧 那么为什么秦昆的父亲 会露出如此惊恐的表情 原来秦昆长出来的牙齿居然是尖的 就跟电影中的吸血鬼的牙齿一样 并且秦昆长这颗牙齿 足足用了两年的时间 在第三颗牙齿长出来之后 他就再没长过牙齿了 傅秀华虽然担心儿子的情况 可是想到一般孩子七岁之后就会换牙 他就让儿子先忍忍 由于长出来的这一对牙齿太过尖锐 导致他的口腔时不时被牙尖划破 有时候甚至还会扎出血来 正常人嘴里也会长尖牙 可秦昆尖牙的发育形态 和正常人完全不一样 为了能更方便地吃饭 他就刻意地将牙尖磨平了一些 可就算这样 还是能清晰地看到他嘴里的两颗尖牙 更让人心疼的是 由于他只有三颗牙齿 并且其中两颗还是尖牙 导致他吃饭的时候 和八九十岁牙齿掉光的古稀老人一样 不能吃想吃的东西 不能吃稍微硬点的食物 只能喝点流食或者是相对比较软的食物 看到别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说不羡慕那是不可能的 可一想到他寥寥无几的牙齿 他的内心就莫名产生了一种悲哀 再想到别人看他如同怪物一般的眼神 他立马跑到商店里买了平常看都不敢看的食物 狼吞虎咽地将食物塞进嘴里 即便没有牙齿 他也像正常人那样做咀嚼的样子 吃着吃着泪水顺着眼眶缓缓落下 因为他发现无论如何咀嚼都不能咬动食物 而他的口腔由于疯狂的咬合被鲜血渗透 他似乎只能接受这个命运 由于秦昆所能吃的食物有限 导致身体发育差于普通人 看起来瘦弱无比 更让他的母亲担心的是 秦昆怕热的毛病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的严重 只要他感觉身体燥热 就会立马用凉水冲洗身体 久而久之 他就对水产生了依赖 身边没有水他就会特别的不安心 这让一家人犯了难 冬天还好说 夏天气温升高空气干燥 对秦昆来说无疑是最致命的 所以一到天气热的时候 秦昆就会待在屋子里 守在冷水桶边 根本不敢见太阳 秦昆的生活几乎真的和吸血鬼一样了 他的父母不是没带他去医院检查过 可是不管带去哪个医院 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秦昆的病就像是未解之谜一样 根本不知道其中的答案 就在秦昆的家人 做好治不好也没关系的准备时 事情似乎出现了转机 那么秦昆的病究竟能否得到医治 他又能否回归正常的生活 重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在得知他的病情之后 联系上了秦昆父母 秦家人顿时喜出望外 医院的刘教授 在对秦昆做了详细的检查之后 做出了初步的分析 他表示秦昆得的病 他也是第一次见 正当刘教授继续分析的时候 一旁的秦昆突然脱下外套镜 直跑向卫生间 等他浑身湿漉漉 再次走进房间里 亲眼见证了他的一样 刘教授对于他的病情 有了一个新的认知 刘教授说 在热的天他都不出汗 说明汗险发育出了问题 刘教授是怎么知道 秦昆不出汗的 原来秦昆的皮肤均烈且干燥 从表面看 根本看不到他的毛孔 手臂上也没有汗毛 而且他的手臂摸起来 很薄很干 这是汗陷出问题的体现 体内不密汗 在医学上符合这种病症的 只有先天性外胚层 发育不良综合症 而外胚层则是形成 表皮和牙齿的关键 这也就解释了 秦昆小时候为什么高烧不断 牙齿只有几颗 虽然找到了问题所在 可由于这种病是先天性的 没办法治愈 并且这种病会伴随他一生 即便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但秦家人并没有绝望 他们觉得只要儿子能好好的活着 他们就心满意足了 也许未来科技医疗发展迅速 就能找到治疗秦昆的办法 他们愿意等待 关于神奇小龙人的故事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 为我点赞并转发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 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